来关注司法方面的消息 纽约市和联邦调查人员周二逮捕了纽约市房屋管理局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和承包商 这是司法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腐败案件之一 NBC纽约援引消息人士透露约有70人因涉嫌参与纽约市房屋管理局系统内各种腐败和回扣阴谋而受到指控 市调查局国土安全调查局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监察长办公室都参与了调查 虽然逮捕行动分散在纽约市五个行政区 但据报有相当多的人是在皇后区雅买家的一处公屋项目当中被捕的 周二的行动标志着司法部历史上单日提出的联邦贿赂指控数量最多的一天 据纽约邮报报道 这些指控可能与小额购买项目有关 或与城市住房开发项目的小型维修和其他建设合同有关 据悉只要市府合同的价值低于一万元 当地开发经理就可以在不经过公开招标程序的情况之下授予合同 这是一个滋生潜在腐败的成熟系统 预计被捕的市府雇员和承包商将于当天晚些时候 在曼哈顿下城的联邦法院出庭 纽约市房屋管理局是美国最大的公共住房组织 超过30万人居住在该市的公务系统当中 ע丽约市房屋管理局是美国最大的公公的务系统 会证明性参与着其他人的原因